《龙竹英雄》,黑悟空激战白银悟空,血藏几十年的Buds登场,杀鲁复活。 《龙竹英雄》第35集的剧情还算精彩,一口气又出现了三个孙悟空。 当然,每个孙悟空的立场都不同,其中最为厉害的一个悟空就是黑悟空。黑悟空很有意思,之前这家伙就出现过。 不过黑悟空说了,为了获得完美的身体,他必须击败地球上的孙悟空。 所以两个人直接开打,孙悟空首次变身就是超蓝形态。 在第36集的先行预告中,孙悟空再次进化变成了白银悟空。 这个形态就是大家熟悟空的自在及义工形态,与此同时,血藏几十年的Buds登场,没错,他就是杀鲁,杀鲁终于复活了。 主要的敌人就是黑悟空,黑悟空在第35集登场之后吼住要击败孙悟空。 当然,哈兹也认识这个家伙,所以哈兹和孙悟空联手大战黑悟空。 然而,超蓝悟空不是黑悟空的对手,几个回合下来之后,超蓝悟空就不行了。 如此一来,孙悟空只有再次提升自己的强大实力,就这这样,白银悟空来袭。 在《龙珠超》剧情中,白银悟空是孙悟空的最强形态,这个形态的实力很强。 当初靠住这个形态,孙悟空才取得了宇宙的最终胜利。 假如没有这个形态的出现,孙悟空绝对打不赢吉连。 因此,这个形态的战斗力非常强大,悟空使用这个形态挑战黑悟空应该问题不大,就看黑悟空是否开启黑化形态。 当然,哈兹也会来帮忙,哈兹现在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,哈兹一直都在帮助孙悟空。 就目前的剧情来看,哈兹算是完美洗白了。至于以后是否会变化,目前暂时看不出来。 黑悟空的实力很强,不然孙悟空也不会和哈兹联手大战黑悟空了。 另一方面,一个强大的boss复活了,他就是无敌的沙鲁。 算起来,沙鲁这个角色已经很久很久没出场了。 很多粉丝吐槽,雪藏几十年的boss终于再度登场了。 实际上,当年沙鲁吞噬了17号和18号,从这个角度来说,沙鲁确实厉害。 但是沙鲁也说了,自己还没有达到最终的完全形态。 然而,击败沙鲁确实不简单,当初也是孙悟空和贝吉塔合体之后才将其击败。 这次在《龙珠英雄剧》中,孙悟空和贝吉塔似乎并不会合体。 所以,要击败沙鲁还是一个问题。 对于沙鲁的回顾,粉丝还是比较兴奋,主要是这个boss太久没出场了。 从沙鲁的外形来看,这个形态应该是沙鲁的完全体,因此战斗力应该不弱。 对于沙鲁的表现,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 由于《黑悟空》还在这里,编者认为,在第36集剧情中,沙鲁的戏份不会特别多,估计只是出场露脸而已。 真正的打斗会在第37集剧中进行,至于击败沙鲁的方式,目前不清楚,但悟空和贝吉塔合体的可能性不是很大。 总之,沙鲁终于复活了,头上依旧有个圈。 当初就是孙悟空和贝吉塔联手才将沙鲁干掉,这次沙鲁会报仇吗?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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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